不道黄河心不死 不道长城非好汉 不道宁夏 则不知在黄河与长城交织下 华夏文明在这里 手中至何 天人何一 每个宁夏人的记忆 都有这样一段墙 或在公园里 或在赫兰山下 在我的记忆 长城更多的是在夕阳余晖中 听着滔滔黄河流淌的 一抹土黄色 宁夏长城无处不在 从战国开始 历经秦汉隋明树朝 两千多年不断修筑 总长度超过一千五百公里 如今长城依然像一条绵延的手臂 由陕西进入宁夏 将黄河揽入淮中 层层包裹 呵护 守候 产山铸土建崇关 因地形用至险塞 作为巨大的防御工程 历代镇守这里的戍边将士们 力尽心智 心佛相传 从层层设防的三关口 到深沟高垒的河东墙 秦代大将蒙田 在这里修筑秦怀仗 明代的将军们 在赫兰山下重铸水关 沿河三十里一谷 六十里一城 重重设防 奔腾取场间 驻守宁夏长城的将士们 最多的时候 曾达到了四万 那他们守的究竟是什么呢 黄河百汉 为复一套 望着眼前这片 郁郁松松的稻田 一粒晶莹剔透的稻墓 就是感恩 这位是明朝的 泰国大将 叶生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以自己的名字 设立的叶生补 三百多年后 会成为贡母之乡 叶生 三百多年前 第三次征讨 格尔丹的康熙路过 正是尝了一口 这刚出锅热乎的大米饭 回想自己历经图治二十多年 仍为解决的黄河中下 有水害之苦 不由开叹 为此分渠历赖多 宁夏长城 守护的是 千百年来黄河对于这里的贿赠 得益于此 才成就了今天的天下黄河赴名下 一条长河 一边灌溉着长城内的庄家作物 一边供给了辽阔草原的无限生机 长城这边 人们忙着屯田驻军 输渠灌溉 丰盈的土地和日益发达的商贸 让越来越多带着中原的衣食风俗的人们来到这里 长城成为了他们的新家人 而在长城的另一边 从关内流传出去的各项生产技术 日用百货 农处产品 也在悄悄改变着游牧民族的生活 这里就是中卫四方墩买城 数百年前守城的士兵 就是在我身后的墩台上 巡视着过往商贩的交易 如今还能看到互视的形质 这也让长城内外的两种文明 有了互通有无的新形态 在长城边上做买卖的传统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数千年来 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人们 末路结为知己 干戈化作欲博 在流传至今的习俗语言俗事中 不断地相互学习借鉴和发展 各族人民在长城与黄河之间交融互通 今天的宁夏 黄河边的蒙古包里 人们吃着手把肉 放着篝火唱语欢歌 高楼大厦间 人们穿着时尚 孩子们在宽阔明亮的教室中 朗朗顺如 长城两边是故乡 长城内外外花香 长城是民族融合的纽带 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政 看到这里 你也许对长城有了新的认识 记忆里的一段残缘是 康锤将伴着汗水的黄土重重砸进了历史的尘埃 那是古脚争鸣中数万铸边降水 抛洒热血的灵魂 那是九州共惯六河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华文化的大义铜 流不尽的黄河水 斩不断的长城混 悠悠滑下 就是在这样一墙一水间 坚守并蓄 守望未来